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大家好,我是陳元沙姑娘 今年我們經歷了很多不一樣 面對著這個動盪的社會環境 面對著家庭或自己的困難 不知道你會不會有些時候 都覺得前路茫茫,沒有什麼希望 甚至想放棄? 坦白說,有時很累很累的時候 我都會這樣想 跟大家分享一個我最近的經歷 話說去年11月 我買了一棵紅玫瑰黃 但買回來過兩天後 我發現葉子上有些斑點 再過兩天,葉子更變黃 我再仔細檢查一下 原來葉子底有一粒粒 好像白芝麻那樣的小蟲 我立即上網查一下是什麼 和怎樣處理 找了幾個網站之後 我先剪掉它的花來做乾花 然後再拿它去洗乾淨它的葉子 和自製薩蟲劑幫它噴一噴 希望我這樣處理完,它就會好 過了幾天之後 它變好一點 但再過幾天之後 葉子又開始變黃 我唯有幫它洗澡和噴灑蟲劑 如是者我重複這個步驟 足足半年 但黃的葉、枯的葉 越來越多 我便開始想 到底這樣做下去有沒有用 我開始很懷疑究竟不能夠 留下的 其實不如算 扔掉它 買一棵新的便算 但它是生命 不如堅持多一會 於是我又繼續幫它洗澡 繼續幫它噴灑蟲劑 我看著整棵黃曬的玫瑰 我覺得挺失望的 因為原來這半年來 所付出的心機 好像全部都是白費 都是沒用的 幾天之後 這棵玫瑰居然有些新葉生出來 再過一段時間 新葉居然跟舊葉一樣 我便再拿它去洗澡 舊葉掉了之後 這棵玫瑰好像新的一樣 很健康 我好像從來都沒有病過 我看著它 我覺得很感動 很感動 因為它不單止現在的葉很健康 還開了它重生之後的第一朵花枱 同學仔 會不會有些時候你努力了很久 但你也看不到希望 所以你會覺得很懷疑 很想放棄 送一句說話給你 很多東西不是見到希望才堅持下去 而是堅持下去才會見到有趣 我會有希望的 條路不用一個人 自己很辛苦地捱下去 可以有人陪你一起走 大家聊聊聊聊 又會再走幾步 或者有一天會開花 一起加油